舒芳阿姨 小夏你怎麼讓她進來了呢 你來幹什麼 我是真的不想來你們這兒 但我覺得 我有必要提醒你們一件事 您和劉明溫立 一起註冊了一個公司 叫明星公司 上面的錢 已經被掏空了 什麼 你說什麼 什麼 掏空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看看這照片上的人 是誰認識嗎 現在在哪兒呢 這不是溫立嗎 上海 不可能 你們看好的兒媳婦 現在已經回國了 而你們的寶貝兒子劉明 一個人在美國 怎麼生孫子呀 不可能 劉明跟他在一起 都在美國呢 之前跟我耍心眼 把我所有的錢 都轉到那個公司上 先自己去看看 那公司上的賬目吧 如果信不過我 就看看上面 還有沒有錢 看看轉到哪裡了 剩下事我可以做 你們知道在哪兒能找到我 溫立怎麼回國了呢 這錢是怎麼出事了呢 快查賬了 這電腦 這電腦 小夏把電腦打開 我們生而為人 總要對人世間的苦難 學會悲悯哪 算了吧爸 你又開始你那套以德抱怨了 這事啊 我覺得還是陳叔說得對 對壞人的放縱 那就是對善良最大的殘忍 啊 娘子 你回來之後總提陳碩 他是幹什麼的 我總提他嗎 你總在提 唉 陳碩是 可能是他在幫我 打分立這案子吧 他是我同行 別的律所的律書 我是感覺 小月你喜歡他 沒有 我怎麼可能喜歡他呢 你喜歡他 我能感覺得到 影子 你和劉銘的關係呢 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 等到一開庭 你們倆的夫妻關係 就徹底地解除了 應該考慮下一段的感情生活了 我暫時不考慮喜歡什麼人 我更不考慮成家的事 你還是要對感情 對家庭要有信心的嗎 還要有嗎 爸 說實話 我已經怕了 要有要有 你看 你媽我和你 我們三個人 一起相親相愛地生活了這麼多年 這難道不是世界上 最美好的關係嗎 爸 我能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裡 確實是我的幸運 但是因為我有您這樣的爸爸 您是一個相信人心相善的人 但是我經歷了這麼多事以後 我不可能像您那樣了 但是 家還是要成的嘛 像劉銘這樣的騙子 能有幾個啊 爸 家不家的不重要 我有您和我媽就夠了 我結不結婚更不重要 我最終的出路啊 就是要學會 自己把握自己 才是 對吧 到那時候 就算再碰著一個劉銘 那我也不怕 來 餵 溫立 咱們什麼時候飛啊 我的簽證已經辦好了 機票我也問好了 急什麼 咱們手裡錢太少了 到時候籌備電影根本不夠 這個問題你跟梁叔提過沒有 提了呀 可是梁叔說了 必須等到咱們真正需要 用錢的時候才能給我們 咱們現在什麼都沒做呢 他不能再給我們更多的錢了 做生意哪有這樣的 真急著用錢的時候沒有 不就耽誤了嗎 你爸跟梁叔不是坑你的吧 不是 他們坑我幹嗎呀 咱就不急了 等後面錢到的時候再說吧